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2 Hello 各位早晨 昨晚美股方面 是個別發展 道指升0.7% 標普500是升0.2% 立指因為一些重磅科技股 表現皮若拖累 不過很多的 前陣子有說過 很多的重磅科技股 其實可以買回 現在他們純粹是 在高位整股一下 我也有減少少 還有持有相關的股份 納粹在高位開始 又繼續回落 在收跌0.4% 這裏可以看看 納粹走勢 其實這裏似是 開始形成一個雙頂 之前上到14,200左右的位置 這裏未能夠站穩 然後開始有一點點向下的趨勢 但是仍然在 可以看著這個位置 暫時參考的一些支持位置 就在這裏 而現在納粹 應該說是股市 大家都會很關注 前陣子就說美匯有反彈 還有十年期的國債收入 亦都是抽高 令到股市受壓 之前就是 現在其實這個 美匯仍然都是疲弱 不過 疲弱得來 經常有少少的 很輕微的小販 但是這樣 現在起碼都上回91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關注的因素 因為現在 如果美匯 以及腰 繼續弱的話 其實就會是 對於股市 甚至對於虛擬貨幣 亦都是相對 有利一點 我們都可以看下這個 現在不在這裏 其實那個 現在就 Yield 以及美匯 與股市 以及虛擬貨幣 開始形成了一個 少少的反向關係 昨晚美股就少 很輕微 其實無論是 例如道指升少少少 以及納指跌少少 都是比較輕微 但是其中一個 看到有一些 較易移動的 就是 金和銀 其實如果你說其他 金屬資源那邊 已經是 正在上 或者比特幣 這些已經是 強勢之中 比特幣是昨日回落一點 但其他貨幣 有些仍在上升一成 金呢 現在金、銀、輕微回落一點 銀、銀、銀 很多金屬資源 其實一早已經在炒通脹行程中 已經在強勢 至於 金和銀 就比較跟金價 因為過去在虛擬貨幣成行之下 其實金的重要性 開始有一個 部分就不可以完全取代 但有部分資金會選擇流向 對沖貨幣貶值風險的虛擬貨幣那邊 金其實這一期就開始在1700附近 就做了底 其實開始就 開始上升了 其實就現在 昨天也是個別有 比如金和銀都有去破位 金價可以看17894 昨天其實突破了 昨天最高見過17898 輕輕回落一點 但這個純粹是一個比較輕微的調整 如果現在想做黃金雙彎 比如說中長線可以的 但未必期望它是一個很大或很快的升勢 如果你是說短線的 比如買一些ETF 比如說7299 過去在去年金價炒得很厲害的時候 都有去建議 大家可以炒一轉 如果是一個短線的部署 其實是可以用1789做止洩位 就是這裏 4月29日的低位 銀也是走勢 有少少比較相近一點 有少少可以緊貼到銀價走勢的一些工具 美股就會有 比如是銀的ETF 有SLV 或者兩倍的AGQ 我自己也有持有AGQ 這裏其實昨天就是破了位的 昨天就是突破了26.73元 白銀的期貨 只不過是稍微好 又是沖完之後稍微輕輕回了 這裏就可以用到25.7元做止洩位 上網也是慢慢一個頂 先看了28% 金銀的部署大致上就是這樣 都是對應貨幣貶值 而且他們終於調整得差不多 開始有一個起動的跡象 都開始破位了 港股這邊都可以看看 現在恒生指數就是高開80點 開佈28,438點 昨天就說 4月的橫行區間底 28,400 其實就穿了 但是就穿穿地 因為昨天就是收28,300多 我們就看看今天 今天開市其實已經馬上得上 算是OK 如果今天就要關注究竟 是否可以站得上28,400 仍然算是在區間裏面 而且還是足底回升 都要看實一會兒 今天的走勢 今天暫時現在的成家榜 上面就不算好易動 有些個別股份都做好些 包括有邦升上2% 98.7的布 這隻也是 應該都繼續 就是 之前有些炒作 之前 但是繼續都是 拿著它就可以了 雖然 劉連陰好像有點慘 但是 它是在保險股裏面 都還是首選 都是一個最強的一隻 可以看著 92.75 做止蝕位 這裡 因為它做了橫行底 其實在這個位以上 都可以拿著它 其他股份就不太易動 其實都沒有什麼 暫時就未見到很大的消息 如果說參考 譬如看看隔晚 Ark Investment Catherine Wood他們的一些操作 昨天都有買貨 不過它就是賣百度 買拼多多和京東 看看有沒有看頭 百度和京東 百度 我之前都說 雖然看好 但是 你看這邊 港股好像都 挺低 但是其實它 前陣子就在中概股 殺高股值 股份和中概股 集體就很多隻爆倉 Archegos那裡 而很多中概股都變了 搞到 勢就凹了下來 這樣的時候 其實它只是在高位度回落 在高位度回落 應該還說 叫做初步找到底 但都未必 即未必建議買 其他 Catherine Wood買京東 只是參考 因為他們現在的太空ETF 又有京東 今次這個京東 就正正是擺在 ARKX那裡 如果是京東的話 你不妨 站得運 其實如果你說現在 你以他們很多隻 這些科網巨頭 估值上都算是吸引的水平 但是如果你說京東還要 想有些看頭 有些轉勢機會 其實就要站得穩309.6 如果不是 可能就是一個 要慢慢坐下 因為其實之前都說 這幾隻都是 騰訊 美團 爸爸都是 雖然繼續有這些反壟斷 困擾 不過他們其實已經叫做 跌到穩足底 但就真的未說去轉強 短線來說 就不算吸引 剛才行指開出之後 衝一衝 升90點 現在就縮集升幅 升37點 到28,394點 我們去過廣告 待會回來 就看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到節目時間 接著就看看YouTube Karen就說 1919之前吃了糊 請問有甚麼位置可以入貨 這一隻 我應該先看看 如果我們在群組裡 應該是這兩天買 應該是 是不是這一天走 這一天走 接著大約是這裏還是這裏 再買 還有加貨 其實現在就未走 如果你現在想買回 可以等大約是Igon回到十天線左右 因為暫時你先撐住 譬如像這些 看到去到這個位再起 你就買 其實昨天都破頂 如果現在真的等不及 我覺得又問題不大 但我看到他今天高位 就略出少少的陰燭 譬如好像Igon十天線左右買 就是一個應該是不錯的 比較有放手性的位 另外幾隻 航運股份 都是繼續表現不錯 其實1308 你說 現在你想入 如果你可以擺到近的指示位 譬如29.3 就是昨天開示位 都可以 598 如果今天要選一隻 我就會選1308 然後 Kimson說 3899 3899 他就6.1油貨 好不好保持呢 咦 這個 應該平時都比較少看 但如果你說純粹看位 例如說 最短線 應該放6.7.9油貨 但你聽到想保持的話 即是不想太快走租的話 其實他仍是很強勢 你可以等他 比較重要的位置 其實應該是5.1油貨 你可以等他在這裏 應該會是 要調整 少少的調整 少少整股之後 再上機會都大 如果你是想保持 你就保持它 867 上天破了位 好不好現價入 上網多少 可以的 不過今天就見他不太漂亮 衝高回落 但應該都是 純粹高位 有些獲利款 不如先看看本日 昨天突破了18.8 今天都高開之後 又有市村這個位置 你看多一會 如果下午都持續 站穩18元 你才去買 1308 1308 1308可以入 COLI 1308可以入 如果你現在入 短線一點 你可以放在 29.3做指示位 上網就看 31.25 2600 Judy Judy 4.03 入了 如何處理 現在4.01 1 這幾天輕微 升少少 你怎麼處理 繼續拿著 可以放4元 收市計 用4元做指示位 然後就上網 4.02 7 現在可以看看 商品價格走勢 看看 旅價的走勢 先 這裡 看到旅價 看看一線圖 旅價 當然 你的股 就不能夠 完全跟足 但是 要小心 旅價會否超賣 之後 輕微 要回調 但 美匯都繼續偏弱 一些商品價格 都 應該持續做好 現在 都繼續是通脹行程 你這個2600 可以繼續拿著 732 732 順利 Aurono 這個 1.38有貨 是否要止蝕 現在1.24 我想你都應該要預備 止蝕 止蝕位 就擺在1.21 昨日 其實試完之後 暫時還沒事 一般 就不要去到貼底止蝕 你去到它 這個位置 都穿才止蝕 因為這個1.21 其實是這裡半年 不是半年 三個月 這三個月的底 其實它都叫做 叫做做底 不要來到貼底止蝕 你真的穿了這個底 才止蝕 因為穿了這個底 就代表 代表 代表那些人已經不再買了 代表那些人已經不在 之前 他們1.21都買 現在1.21都沒有人買 這樣才會穿下去 再下望 就要看到9.22 所以 1.21 穿了才止蝕 1.6 1.2 目標 Anyway 1612 什麼目標 你都是看破頂 看3.7毫 3 現在 昨天衝得很厲害 今天稍微回吐 如果這裡回吐的話 只要不穿前頂 2.3毫 不穿2.3毫 都是可以接受的調整 現在先拿著它 因為今天看到有少少獲利的沽壓 因為很多比較超短線的那些 看看你會不會是 那些超短線的那些 其實今天就 有機會是會先吃一吃蝕 Fionn就有兩隻 醫療醫美相關的心水 有必壽站 130和867康折 現在入 好沒有呢 升到什麼位 會 必壽站之前都有跟進 都值得去入 但就要等它去回一回先 因為前段 這個本地醫美板塊 包括必壽站 以及醫師醫療 因為醫師醫療引入了 鄭志剛入股之後 升到很澎湃 衝得很厲害 就變了超賣的時候就沒有追 那你現在就要等它繼續去回吐 看看它回吐到什麼位 你要等它去到見到支持先 現在呢 1830呢 下望就看5.88 下個支持位 其實就未必一定會 未必一定回到那裡 如果你說譬如 現在試二十天線 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都有的 那怎樣才代表 真是完成了 它這裏那個調整呢 那要去站穩6.92 那你呢 所以即是 6.92 站穩的時候 你就可以買了 那 另一隻 867 剛才說了 然後 6608 Margaret說 6608 好不入呢 這個 白熔雲都幾慘烈的 那 由頭就滾到尾 上市之後 這個 我就不建議入 如果你可能駁它鍵底 19.9 做止蝕位 那 叫做 有一個近的止蝕位 那 但上次 都已經試過一次 這裏這樣 都比別人一次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裏又要止蝕了 那就算吧 不如 先不要入場 然後 460 460 好不好入呢 四環 它又是 4月頭 因為整個4月 很多這些 醫藥阿生科股份 很多衝得很勁 而這隻 其實就 衝得很勁之後 都很明顯已經是 連跌了5天 連跌5天 你又不要太快入場 你看看何時才跌穩 暫時可以看前頂 2月23號前頂 2.8左右 看看是否可以站穩 現在 其實都仍在試這些位置 不代表一定站穩 你就等它跌完才進 其實很多都是 302 302 之前又是 有個配股的消息 Amy說 3.66有貨的上網多少呢 指洩多少呢 因為它配股時 已經入了Billy 一下子高開之後 就開始有陰燭 3.66有貨 即是 Amy應該是在 那天的獲利公約出來了 之後跌穩 再起動 那天進入 應該是 你可以擺 3.59 做指示位 當時這個位置已經跌穩 再彈回一點點 你現在先拿著它 站穩3.59 上網就看了三個版本 先 即是它 就是出號消息 那天的 那個頂 接著是 31 值不值駁 什麼位置入 嘩 這個就比較 市值小一點 就是 細價股類型 遇到比較高的風險 值不值駁 我覺得說 現在呢 去到近的前頂 去到近八豪二 以及 去到近八豪二 又未破到頂 那你小心 這裡會比較有大的阻力 不過我想這隻未必會 這隻就不能夠跟上規 還有它是超賣的 已經RSI 73 但是這隻又是不跟上規 可能它 可能它會繼續衝上去 不斷升都不停 但是 這些呢 一般來說 我就覺得 那個風險比較高 就不算很直駁 那呢 接著看看 2158 這個2158 這個2158 Akara 想看看 什麼位置買入好呢 這個呢 其實 都看好的 有些 上節目都有 多說一些 但是呢 它真的因為 殺股值那期 它就是 其中一隻被殺的 因為這些 SARS造型 都是非常之高 估值的 這樣呢 可以看著 44.2 就是它的 44.2 算是突破 其實就 已經 突破 了 不是 44.2 現在 差一點 其實上過去的 你可以 撐著 站穩 44.2 才買 看它移一個款 因為今天最高 44.5 似乎就是 這些位置 都 有少少阻力 不排除 會 回一回 跟著再上 都不領 但是 都 看好 不過就要小心 那些沽顏 是不是可以衝得到破 你可以 先看看 接著是 2269 2269 今天 剛才看見好地地 高開 現在都低走 Judy說 110元入了 上網 多少 現在 其實最短線 看的位置 之前應該看102 指示位 現在最短線 其實可以看到 107.9 今天希望可以站穩 暫時 就穿了 但是 因為市場 都升轉跌 所以 當然 大部分股份 都是這樣 那就 看著 下午 看看情況 怎樣 但你上網 就先看了 115.7 接著 就 6690 對 6690 昨天 大陰燭 是不是要走 這個 下午 我應該都會處理 它 32.25 如果下午 它今天又是想上 最高又去到32.25 32.25 但是 因為 又比較有些蟹貨 在這裏 奴套了 現在 這裏 就是這樣 這裏有個 分水嶺 那 就 32.25 所以 如果這裏 下午都上不回去 應該會 減半 或者直接 就走 好 現在 恆指轉跌 跌 跌14點 報28342點 成交榜 所以 都沒什麽好看 伏星跌5% 這期就衝得很厲害 還有 信義光能跌4% Vili跌3% 我們的節目時間 就到這裏 中午 11點45分 再跟大家提示 拜拜 拜拜 拜拜